好哦 那我们先开始好了 不然 然后我们今天 今天试试看回到 静心跟静坐冥想 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 然后所以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看到 看到一些书 或者是听朋友说 甚至是你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 你在静心冥想的时候 你可能会经过一些体验 有一些感受跟体验 那 其实这些感受跟体验 试试看都把这些感受跟体验 放下 抛出脑后 因为你唯一需要的 唯一需要的静心冥想 其实是内骨尼静 就是你能不能 感受到你身体的静止 然后你能不能让你的心 不受情绪的干扰 然后你能不能再让你的呼吸 可以更平稳 然后你静心的时候 你可以维持这样子的 宁静跟祥和 有多久 甚至你离开你的静心的垫子 离开静心的位置 你回到你的日常生活 你还能不能够维持这一份冥静 跟平稳的呼吸 也不受情绪的干扰 然后身体也都还是很静止 那也就是说 你在生活里面 也要有尽心影响的品质 所以你在朋友之间 很容易会有这样的品质 在敌人之间 也需要要有这样的品质 然后你甚至可以对待敌人 也像对待朋友一样 其实这真的蛮难的 每个我们都还在练习当中 所以以你目前理解的 所谓禅定的状态 连这个 以你 连你目前理解的禅定 也让他就是 先放 就是都放在旁边 都置之脑后 然后试着 我们才能够更深 我们才能够进得 平静的湖里面更深 然后更宁静 那才是 真正进行影响 的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试试看 就是在下一次 甚至在我们下一次 进行影响之前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 不管我们 维持进行影响 就是坐着 找到的那个 宁静的品质 然后甚至把它带到 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是在你的呼吸之间 观察你自己 然后在你的 身体 的平静跟祥和 你的心 你的情绪 能不能够很快 也可以回到这个 平静 那才是我们可以 每次练习的重点 好 所以我们 在开始之前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之前练习的时候 遇到其他问题 应该大家都 还蛮顺的 可以找到 很快可以把自己 身体心理 跟呼吸 柔软 跟放松下来的 方式 那一样 如果你可以 找到一个 舒服的位置 最好可以试着 让你的 身体 保持 脊椎的延伸 保持一定的警醒 可是又够放松 够能让你放松 然后我们把眼睛 轻轻低上 然后试试看 再找回你身体的静止 在这份静止里面 再去让它更温暖 更放松 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膝盖 我们呼吸 平稳 我们试着感受 所有的体验 但是还是让它 继续 不跟它连结 所以试试看 再让呼吸 我们把专注 完全放在 呼吸 平静 跟静止 收集的 留意时间 待会 我请大家回来 我会和你在一起 我会和你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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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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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现在进行的时间啊 都把它改成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会一起线上进行 那中间中间就是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书里面写进来 然后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还是你还是可以跟大家在一起的 我们都会在上面回这样 阿们